我們來到第31主日 上年期只有34個主日 三個星期之後已經是基督君王節 之後就是新的年曆了 教會在第31主日 是想提醒我們有關慈悲 因為天主是出於慈悲的 今天這個提前尼撒是星期六 我們也有另外一件事 在英國的教會值得慶祝 因為今天是紀念一群的殉道者 至少有160人 是和這個Douet Seminary有關的 大家可能知道身處英國 都要懂得英國的歷史 教會的歷史 教會在這裡正式訂立在第七世紀 雖然在第四世紀的時候 英國已經有不少的天主教徒 但是自七世紀一直發展到第十六世紀 是有很多很多的修會 很多的修士 很多的聖人是在英國這裡 是一個很鼎盛的天主教的地方 大約一百三幾年至一百三幾年 三百年裡面 就是十六至十九世紀 這段時間 自從這個亨利八世 決定要自己再分 將教會拿來 將教宗作為教會的頭 從基督派遣的人 作為教會的頭 就廢除了 就說我要做教會的頭 從此就迫害了天主教會 三百年 特別是頭哥一百六十年裡面 死的教友 無數 真的成千上萬 怎麼都超過一萬人 特別是神父主教 差不多被他殺青光 不單止是他 他和他的女兒 伊莉莎白一世 兩個是當時 迫害教會最嚴重的兩位的君主 那時候要訓練新的神妹 給他殺光 在法國的Dwey這個地方 就建立了一個修院 那些人大約二十幾歲 那些年輕人就會 靜靜地去到法國那裡 去修讀 去升神父 然後在那裡會做一個誓言 就是說納治一定最終會回來英國傳教 那事實上回來傳教的人士 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 都是在很短的幾年裡面 都是被人抓到 然後會判處這個最高的刑罰 判處這個叛國罪 那他們說有名字肯定 因為這樣回去隱藏地服務的神父而死的 至少一百六十個 那正式的數目根本沒有人知道 可以讓他們看到今天 我們來到這裡 中國人來到這裡 和當時天主教教會的經歷都很相近 我們有時候都覺得我們都是走難的 或者去到這裡 我們的信仰 如何去找到真正的自由的發展空間 處處都有難處 但是驚人的就是三八年的打壓底下 英國的教會又絕葬起來 這八三幾年的時候 簽署了這個Emancipation之後 很快就有很多聖人 表表者就是這個Cardinal Newman 然後隨後有很多的相繼有很多的聖者 在你們這個大使師 也有一個Venerable的Mary Potter 也是那段時間一百四幾年出生 然後在一百七七幾年都開始 拓展這個天主教 特別是為那些臨終的人士服務 也都吸引了很多人因此做修女 然後之後陸續也有很多的興起 有一百年的光景 是很多很多很多聖公會和無教的人士 去加入天主教 在英國這個土地那裡 近幾十年就開始下滑了 但是天主一天照叫人去陰崇他 一天都有生機 說這番話 因為當中讓我們看到 有時候我們經歷的事情是逆境 有時候我們說天主的慈悲憐去哪 我們來到這麼多的困擾 這麼多的煩惱 這麼多的 覺得世界轉向越來越大的問題 那怎樣開始呢 耶穌那時候面對的都是很大的問題 耶穌那時候面對的是羅馬人的欺壓 相比於當年英國人 欺壓天主教沒有什麼分別 羅馬人的時代 猶太人其實 經常都心驚膽跳 膽戰的 很多時候都會被人抓了 被人殺了 被人欺詐 被人敲打 婦女們特別是更加危險 很多時候都會被人侵犯 耶穌生在那個年代 但是看到祂的方式和態度是不變的 在一切的問題當中 祂以福全為主 以為主的慈悲見證為主 因為當我們不斷地為真理 去愛的真理 寬恕的真理 天主的自由釋放的 祝福的真理 去作證的時候 最終會感化到一些人 而那些人 也會真心地感化其他人 最終 唯有將真正的心裡面 去邪魔 趕走 就是更多人與主相遇 更多人去經歷 天主無私的慈悲 今天福音裡面 我看到澤凱這個人 澤凱這個人 本身是一個瑞利 是一個 當時叫做漢奸 直到背叛自己的文化的人 自己的群族 群族去服務羅馬人 去敲詐自己本族的人 去把錢賺來 去給那時候 統治他們的敵人 的外敵 侵佔土地的人 而且是瑞利獎 你可以看到 在種種方面 人們都是討厭的 但耶穌竟然 去到他的樹底下 邀請他 你快點下來 快點下來 因為我必須 不單止他想 我必須今晚住在你家中 我怎麼可能 我們想想今天 我們最不喜歡的 最討厭的 最覺得是出賣了我們的人 我們心中有數 有些是近的 有些是遠的 有些是親身受過苦的 有些是在世界的層面 可能現在在欺壓 烏克蘭的人士 或者在欺壓 香港的人士 或者在欺壓 種種不公義的情況下 我們會想到這個人 我們會想到這個人 耶穌何時來懲治他 耶穌何時來 令他們 經歷到地獄的火 我們甚至可能會這樣想 但是耶穌來不是這樣做 很出奇地令我們當時的人 都涉涉思議 就是說怎麼可能 為什麼耶穌說要去他家中住 當然我們與此同時 我們明白到耶穌是知道一切 我們不知道一切 當然耶穌已經知道他在心中 已經有一種盼望 有一種想學求釋放 種種的原因 可能是種種的難處 令他做了水利長 但是與此同時 唯有天主就知道 我們所謂的惡人 邪惡的人 不能歡樹的人 傷害很多人的人 沒有人知道他內心 究竟發生什麼事 我們唯有相信 天主你知道 所以耶穌的選擇就是 祂要讓對方知道 祂是屬於我的 有隻 有隻不知道什麼的昆蟲 在這裏 無論如何 沒有辦法 耶穌是 搬述念吻為主 我們要禮你家中 多少時候我們自己 我們自己犯了罪 我們離開了天主 得罪了傷害了身邊最愛的人 或者做出一些 背叛良心的事情的時候 我們多想求天主 會擁抱我們 會有重申的機會 會有被天主 將我們過往發生的事 抹去的機會 我們作為基督徒 我們會覺得 耶穌你這樣做 我們很難 我們看到澤海 因為耶穌的包容 我今天要住在你家裡 他馬上整個人變了 一半的家產 借給窮人 欠了誰的 我四倍奉還 敲詐了誰的 我四倍還給他 賠償給他 這個當然是最好 但這就是天主邀請我們 邀請我們 我們作為一個教友裡 我們怎樣是有這個 對所有人的一個款待 一個的包容 一個是讓對方知道 我首先願意讓你知道 你是屬於我們教會的團體 你是屬於我們這一份的 不單止是我們說 我們要做出來 怎樣去聆聽對方 每個人都做不到 很困難 看到配偶 不太願意去聖堂 可能會很生氣 可能會罵 看到子女 可能生活 不是自己的理想 讀書的態度 或者打遊戲太多 或者種種 會首先罵了 但很少會有機會靜下來 為何會這樣 是否太悶 是否身邊的同學 都是這樣做 或者某些渴求 是選錯方向 在當中去鼓勵 讓他們知道 我想愛惜你 我想支持你 我想鼓勵你當中好的地方 所以今天我們去求主耶穌 在接下來這個星期 亦都教導我們怎樣去 有一個更深的 寬恕、怜悶之心 更大的包容、聆聽 更大的能夠可以 與身邊的人同行 好讓 真的可以不單止我們說 而我們做出來 人家在我們身上經歷到 原來基督徒 好像你這樣的基督徒 是彰顯到天主 原來天主是這麼好的 願慈祂的主 去為我們 奢求我們的力量 教導我們 奢求我們的智慧 感謝讚美天主 Aman